耶,这个是一个斗阵挑战 干了干了 诶,等等,姐夫来北京跟其他VRUP面积就是为了喝斗阵吗 而且好像小了一位,到底在哪里呢 究竟一伙人去北京是干嘛啦 你觉得在家里带着VR头衔 就已经代表有真正的沉浸师体验吗 相信每个对VR好奇的人心里都有这样的疑惑 今天姐夫带大家来到北京的加瑞文化中心 看看在一个不值得迷幻又酷炫的空间里 参加全球知名的曾经影像展 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和交互方式 Let's go 一进来就看到有小姐姐带着头衔唱歌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哦 不怕射死的我,一定要试试 然后深呼吸 那就是它会引导你去做这些放松的声音 这里还有个女高音在唱歌 我是要跟着她唱歌吗 她跟着我的声音来换这种光线哦 原来声音还能这样玩的 头显里面的小姐姐会引导我做声音练习 每当我孵出一个长音 画面就会像万化童一般展开 而且里面的音乐好像会跟我发出的声音实时合奏 在这种循环下 感觉自己会慢慢进入到一个放松的状态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冥赏吗 这个山空吊着一条大大的水母 难道我们要被吸走吗 马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要试一个新的游戏 这是一个水母一个互动的游戏 哈喽 这个有很多不同的水母 头顶有一个很大的月亮 我瞧他们说话 原来这些水母就会过来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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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所以隨著我聲音的高低和長度而變化 而且還會發出聲音回應 感覺好夢幻喔 特別是當其中一頭水母發光 而且在我頭頂飛躍時 會不計絕沉浸在這個海底世界裡 鏡頭一轉 咦?這三個標誌好眼熟喔 站在這裡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難道要在VR裡玩一二三木頭人嗎? 原來這是國內一位導演的作品 叫《睡神的瑕斯》 是一個在大空間裡玩的VR互動作品 相信各位應該比較少試過吧 馬上試玩看看 我先穿上手柄 然後要做一個定位了 我現在面上的就是一個長壁 方形然後到圓形 真的放這裡 好吧 它這個提示做的有點隱密 這個很難用文字來形容吧 如果可以錄到屏的話 那我覺得是更好 這個很臭相型的魷魚遊戲 這個是一個比較臭相來表達的一個故事 然後圓形就是一個弱勢者 然後三角形就是一個勇者 然後方形就是高權的人吧 然後他們就是要做出一些對框 在一個大空間的互動裡面 我覺得這個感覺還是挺不錯的 就十分適合在線下去體驗的 在體驗過睡神的瑕疵後 竟然在會場外碰到作品的導演 黃駕聖 當然要抓住他問問關於我對作品的問題啦 其實這個創作的最開始的故事的靈感是 源於我回國之後去深圳那邊創業和創作的生活中經歷的事情 只是它用了非常抽象的方式去完成這種表達 最後放到作品裡面的時候也去掉了語言 所以觀眾會在裡面最本能的方式去獲得我當時的那個感受 我覺得你剛剛說到的那一幕 我覺得它可能是一種去向往更自由 或者說大家以原本自己的樣子去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去接納自己的這樣一個過程 它不是說一定要比較統一的去變成某種標準的形狀 這個真的是跟我一開始我自己看到的時候 體會到的是有點不同的 所以這時候是藝術作品都是這樣的 就是每個人看到的感受是很不一樣的 這麼帥氣得體的回答 加上不錯的大空間遊戲體驗 難怪黃駕聖會在這一次 《沙之河曾經影像展》裡獲展呢 獲展的作品是《睡神的小事》 在這一次參展的37份作品裡 大會與評判還頒發出好幾個展現給特別出色的創作 例如《距離之書》 《The Book of Distance》 還有《VR Chess》裡的一部 結合正人實時表演的多人互動VR作品 拯救稻草人 Scarecrow VRC 如果想看這些作品 除了可以在11月7日前 到北京的加瑞文化中心現場看以外 有部分VR作品也可以在Steam、Oculus和Fiveport上找到 這次曾經感散對上沒有現場那麼好 基於VR Chess的玩家更可以搜索 Plans 0405 裡面有19個不同的虛擬世界可以去探索 也是不錯的選擇哦 另外聽說以後《散氣盒》會準備推出一個虛擬社交平台大千 以後可以和網友們在上面逛線上影像獎展和演唱會 看360度VR視頻等等 姐夫和VR老大哥也試玩了一下DEMO 初步的體驗還行 就是能玩的地方比較小 暫時只有換裝這個功能比較撒雕 期待平台大建好後再來好好體驗一番啦 基於我們三個VR UP有沒有成功乾了一整碗北京明霧豆汁 你們看一下就知道了 有些什麼話要在喝豆汁前做一下嗎 沒什麼話我不想吐 要是我這次沒了希望大家可以記住我 乾杯乾杯乾杯 哈哈哈 剛才我是真的直接噴散了 不是我裝啊 那個味道真的沒辦法解鎖就直接就吐出來了 說噴散弄髒了我現在要把它清理乾淨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視頻的全部內容了 如果有其他補充資料我會在下方評論區留言 喜歡這影片的話不要忘記評論社長訂閱查玩Rub 整部贊助V加YouTube對我最值的賬號哦 这里是查完VR一个极愉快体验和运河造成的Oculus Quest爱好者频道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